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华人的东方的一个心理学 这华人东方的心理学呢 严格来讲是个领袖学 一个极度忧郁 极度消极的人呢 他喜欢在那 羊 这里是 一边是羊 一边是阴 阳代表白天是夜晚 阴就是夜晚 对不对 一个极度消极的一个人的那种状态之下呢 他希望能够生活在白天还是夜晚 我们华人五千年的那个智慧的结晶品 一个八卦 我告诉你 特别是年轻的朋友 如果你对这个八卦熟悉的话 你懂得如何去设立你的project 公司方面如何去run你的project 你懂得这八卦的话 他会加强你的领袖学 你的领导学 leadership 那么甚至要家庭和谐和睦的朋友 你懂得这八卦 你懂得每一步应该做什么 我说是什么样的命的人 你会有什么样的风水 经常我们碰到运气不好做 人家就请风水师来看 对不对 后来希望说调整之后 那这个风水就很好 所以经常我们把责任怪在哪里 风水对不对 我告诉你的风水是无辜的 谁选的那件屋子 人家有没有人拿枪指着你 你要买我 买这件屋子 没有啊对不对 你说我喜欢这些屋子 对不对 你喜欢的对没错 你是什么样的命的人 你会喜欢什么东西 一选的处理八字这样子 看了八字之后呢 我们会对这个人的人的人性本性 天性本身做个分析 那重点是之后呢 如何提杠杠来替这个人做 做改造做打造 OK 甚至 那怕鬼好 怕身边好 怕没有钱好 怕等等都好 我说最终你怕什么 你懂吗 你怕没有犯法 没有犯法 对不对 病倒了怎么办 那么没有钱了怎么办 见鬼了怎么办 你懂吗 你都会怕 对了 所以最终你怕的是 没有办法 所以今天呢 我会把这方法教给大家 让大家的那个来 好好地去参合一下 你如何能够把它运用在 你的工作 你的人生 你的这个关系方面 要成功的话 是不是要在对的时间 对的地方 甚至接触对的人 对不对 甚至自己是那个对的人 一个人你要把你的风水打造得好 第一 风水属于氧的 因为摆设等等 属于氧的 你要能够把它 运用恰当的话 第一 你先要把自己给处理好 OK 风水是给心里有底的人用的 所以思想要打造 情绪要管理 行为要检讨 好 这是人 基本上 你要改变命运的做法 是这样子 一经本来就是一门领袖学 什么学 谢谢 那明摆到一经之后呢 你能够进入这个领袖的这个领域 那么你想 不是我不是manager啊 这是什么 无所谓啊 领袖是怎样的 对周遭人都随时随地 能够感染 能够影响 能够带领 这是一个领袖 包括你们在家里 需不需要成为 你家里的一个领袖呢 需不需要 好 这里讲的是土 那土本身呢 就是我们人的基本需要 生存嘛 对不对 土代表安稳安全 我们人的一定要能够达到这个安全 舒适 实在 对不对 那记得 在这里呢 你们学的这套课系呢 拔字也好啊 风水也好啊 等等都好 我们都会用到这个人性五行 因为这是我们异学的核心体系 金本身 我再问大家吧 你们需要面子吗 需要 需要 或多或少啦 有些朋友讲说 面子 不用啦 要那时候面子 他马上就要面子 对不对 没办法说什么 我们就举例一下 火蕴美 还有这排头发 对不对 那么这时候呢 大家都是染法 目的一样 目的一样吗 目的一样 目的一样吗 目的一样 美 为了什么 哪个五行 金对 面子对 有没有错 好 那基本上呢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我们人呢 会做出各种不同的方式 来达到我们的需要 包括你们学读性术语的话 这时候你要明白到 为什么人会做人做的事情 那么达到这个挑战性呢 喝酒 嗑药 吃毒药 吸毒 一样的 一样的 有些靠什么呢 赌博 一样的 赌博都会给你 这等等等等的这些作用 好 讲到这个成长性 这是我们人类 所需要的其中 一种成长性 一种需要 我们人呢 不可能不成长的 大家今天来 多少朋友 是为了学习东西 要来的 谢谢 多少朋友是为了好奇 第二个 OK行 学习 母 好奇 水 挑战性 现在所以说 我们每样东西呢 都有正面有负面 比如说吧 重要性 我现在跟你们讲 我今天教你们的东西 是我20年的研究 没有我20年的研究 你们今天没有这东西 你们懂不懂我在说什么 你们懂不懂 你们很幸运 你们到底懂还是不懂 HELLO 我可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教课 这样的人是不是要重要性 很简单的就是指导工作 你们懂的话 你们可以去影响你身边的人 你懂吗 你们公司 家庭 我刚才讲什么 不要 你要专注一个人比 不要专注一个人比 对不对 那么不要专注一个人比的话 这时候他就会放掉稳定性 对不对 反而会专注在自己的成长 我说专注在自己 对不对 自己的成长 你注意看下五行 什么东西能够破坏 某 所以我看一下转向某 每样东西的战略 然后有车 懂得五行 你就懂得怎么做 好